謝謝主席,我們請部長 國外委員,你好 今天要讓部長再增加一個部長的承諾 就是大學裡面非典型教師的人數 一定要讓他部長 你能不能承諾,不要再增加了 大學裡面非典型的人力部長 因為今天的非典型有八個category 如果是說我們的工讀生也部長嗎? 還是說我們的實習的也部長 還是說這個 因提高大專院校生師筆 然後不能夠以兼任或兼克非典型 形同派遣的師資來衝筆 本席特別關注的是這部分 主要是兼任的師資嘛對不對 我是不是先跟委員可以先稍微說明一下 兼任師資他的分別的情況好不好 其實有一些是做推廣教育的 這些其實大學在做推廣教育請來的兼任 這部分我覺得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我們也有請一些業師 譬如在技職體系 還有實務經驗的對不對 我們在通識或者在音樂美術啊 這些都有 然後呢? 尤其我希望說的 如果他有本職 他已經有本職的人來做兼任 又有需要 我覺得這部分不應該受影響 可是我希望看到就是說 這一個他是以專任的方式 在到處去做兼任的工作 這部分我們當然也不是說馬上把它停掉 因為它停掉連工作都沒有了 可是我們願意檢討 我們也不能夠因為今天本委員會的關心 使得目前存在或正在進行這些非典型勞力的教師的工作 就馬上受到衝擊 因為真的是很可能 但是連這樣的工作機會 如果因為我們的關心 就突然不見了 所以我說 這也不可以喔 所以我說剛才說 剛剛部長不能馬上回答 可是好好檢討這個問題與改善 一定要做好不好 我們已經大意在三個月裡面 會全面的了解這些部分 然後會出一個報告跟做委員 教育部對於聲師比喔 其實相當沒有決心 而且不斷的在退步 2008年的時候 教育部對於高級 就是大專業校 高等教育部分的聲師比 教育部公布的計算是20.3 遠高於OECD國家平均的15.8 甚至於比中國的17.3都不如喔 可是每一年又更退步 2009年竟然從20.3又提高到20.9 2010年呢 現在把它提高到21.2啦 你們的聲師比喔 越來越退步 讓我們高等教育的品質 我們從聲師比來檢驗 是年年倒退 這個教育部要改善喔 這部分我願意承諾來看這個聲師比 另外 有關於兼任教師 你們允許聘兼任教師的規定 對 你們給予兼任師資的比例非常的高 就是說每一個專任缺可以抵充幾個兼任缺 可以抵充四個兼任缺 我們通常四個兼任抵一個專任 對四個兼任抵一個專任 四個兼任抵一個專任 對 因為這樣 所以我們折算之下 折算 不得超過實際專任師資數 你們是定在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意思就是說 最多有四分之一的老師是那個 是兼任嘛 對不對 也就是說我如果一個系 他是十個專任教師 對 他可以聘13.2個兼任老師 可以聘13.2個 對 所以 導致於我們國家兼任教師的比例 在大專院校不斷不斷的跳躍式的成長 尤其這幾年成長的更快 那我們以近十年來算的話 我們以專任教師的發展 勢在減少 是承認副成長 九十年的時候 國內大專院校的老師 專任老師是四萬一千八百二十二個 一百年呢 四萬九千九百二十九個 但是九十九年到一百年 僅增聘了三百六十六個 退休五百一十個 開始在副成長 對 因為我們確實也有 確實少子化也開始產生一下 不對 如果少子化的話 兼任就不會成長這麼快 可是你看喔 你看兼任成長多快喔 很可怕 九十年國內大學的兼任教師 是兩萬七千一百一十一人 對 到一百年的時候 兼任教師 上升到四萬四千八百六 八百五十七個人 增加六成三耶 對 兼任教師 增加幅度 相當的經驗 我們對兼任的當然 需求也有不同的面向啦 就是說 推廣教育 年輕的孩子 對 他們經過基策學策 只考辛辛苦苦進入大學 結果估計呢 有三層五到四層的課程 是兼任老師來授課 呃 應該是沒有 沒有這麼多啦 然後 應該是沒這麼多啦 去年 可能大概有四分之一弱啦 去年到今年 部長下去查 特別注意 對 當我們公教加薪百分之三 對 各個學校 對 各個學校為了規避這百分之三 增加以後 專任老師的人事費用的負擔 這是一增加以後 是增加到他的樂退 一直領到最後 人生的最後喔 這百分之三 一加就是加上去了 對 所以更助長了 兼任教師增加的速度 專任教師呢 大概欲缺都不補 都改成兼任教師 所以 部長 我們用 講師 一個月教課 十個學分來算 對 一個兼任的老師 他在各個學校 一個學校最多就兼四節 對 他在三個學校 湊足十個學分去教 對 他相當於是一個專任教師 對 可是他必須遊走三個學校 嗯嗯 你知道他的薪水是多少嗎 一萬八千九 一個專任 對 一萬八千九 很可怕喔 對 本席掉這個資料你也知道齁 對 我怎麼算你已經事先知道齁 不是 每個禮拜十個學分 好 一個禮拜上課十個小時齁 寒暑假沒有千零 然後月薪只相當於一萬八千九百塊 相當於最低薪資 這真的是什麼 是大學教師的派遣勞力耶 對 這部分所以我剛才特別跟委員說明了 他們有沒有勞健保 我們會去檢 勞健保我想只要有兼任 勞健保應該是有 不過我想我們也願意去檢討說 在這四萬多裡面 有沒有那種沒有勞健保的兼任 我想現在在我們的人事制度裡面 他來兼課都會要求說要配上這個勞健保相關的 所以才會也會他可能接三個學校 三個學校他都要去搭配勞健保的相關的作為 好 那如果有那種沒有勞健保的怎麼辦 除非他就是他可能本來就有本職 就是說因為在這四萬多裡面 可能95% 就是說我不能說絕對沒有任意的一個個案 可是基本上普遍上是應該沒有 甚至於有的學校不提供勞健保 這個其實是不合規範的 不合規範 不合規範 所以我們應該要去改變 所以兼任教師還分兩種 一種是正牌的 一種呢是激進於是剝削勞力的 我想我們會去了解這部分的實際的情況 而且會有積極的作為 你改善就改善好不好 謝謝 年輕的一代 能夠拿到博士學位 然後在大學裡面 對 有能力擔任教職 你知道他們也是內省外省加三級三省 好 對 那他們有這樣的能力 我想國家要習財 對 我們會 不應該扭曲成這個樣子 會認真的來看這個事情 不應該扭曲成這個樣子 同意 同意 但是我們今天處理這個問題 絕對不能夠影響當前 正在進行 不會啦 我們所以不會影響已經在 已經在接課的不會受影響 可是我們會去檢討實際多少 確實是用三任的方式做解釋 我們三個月之內會把報告出來 會把未來可能作為一起提出來 期許大概這個狀況 國家要花多少資 多少經費多少資源 但是現在當然要看有多少人 所以我們會去了解到底確實是有學位 可是他所需要的是教育部的資源 各級學校他們是被逼不得已這樣做 那你國家如果公部門在教育經費上的支出 尤其是高等教育的支出 如果不給的話 我們今天講都是白講 我們會先了解整個情況 然後看看有什麼方式 可以是不是大學可以釋出一些原額 或是一起來努力 本席希望看到部長的決心 為什麼 因為以國中小的部分 我看到的是教育部錯誤的方向 國中小的部分為例的話 這個已經差不多確定了 你們明年的概算出來 我一看就知道了 好 就是國中小軍教課稅以後 不是教師檢課嗎 對 檢課的結果剩下來的課 你知道現在你們用什麼嗎 你們用終點費 終點費是怎樣 就是兼課嘛 那兼課就是兩種 一種呢是現任的老師 再兼滿那幾堂課 再兼滿減去的課 然後加領這個兼課費 我們其實我已經特別要求 有在部內 用未來用專任的方式來考量做這些 所以啊 從1.5到1.55 每個班級配置到1.7 這一些努力以後會用專任為主要考量 那問題就出在你的預算 你的預算 你的預算編得讓各級學校沒辦法這樣做 因為你不是制度性的去給他們合法制度上面的人 我們專案小組已經成立一個月了 我們專案小組成立一個月了 我要他們在兩個月裡面提出報告 我們會做進一步的處理 連這個也要改嗎 對不對 因為你們過去那個當然部長剛來 可是你們過去都是以終點費54億喔 我們會去調整 你們都編終點費54億喔 我們我們會去調整 我們會調整 這個也要改嘛對不對 這個我們會調整 至少解決一部分 我們本委員會 貴委員會在這個會期以來 所有要求合理的部長都已經承諾了喔 那你在明年的概算 明年的預算 你準備要跟馬總統多框多少錢 我們現在整個在算 算一下 以我們現在的了解差一百多億啦 差一百多億 現在我們整個明年的預算 那有沒有包括像你今天這承諾的也不少喔 這部分已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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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框的以後 大概還差一百多億 沒有 以本席剛剛講的國中小是54億 是以終點費計算 你如果說要把它轉化成為人事費用的話 那不止如此喔 對這部分當然是會增加 所以 不過就是一百 現在大概是一百多億的增加啦 可能還要往上還要再計算 因為專案小組會跟我報告 需要增加多少 下一次本席再來這裡質詢部長的時候 我大概就會算出來 部長從這個會期以來 在這裡所承諾的事項 我們都不跳票的話 會增加多少錢 謝謝 這樣才來得及 在你們編預算的時候把它編進去喔 我看到你所有的司長都笑得 非常的 覺得非常的好笑喔 你看 部長承諾很多 我想我們該做的是 該做的是 我站在這個位置上 就應該努力去做 但是不要變成跳票部長 不是不是我想不會 我想我們該做的大方向已經決定了 用擔任的方式來做這些事情 暫時相信部長 謝謝 那變成這個樣子 你的派遣勞力也是全中央政府裡面第一名 然後你所主管的大學 目前兼任跟非典型的勞力 也充斥著這麼嚴重的問題 所以你的承擔是很重要的 你這上台非常不好看 一上台就很不平靜 十二年國教育 不會啦我想這個 這是一個機會嘛 機會就是說 把過去累積很長時間 大家都關注的議題喔 有機會來做一些處理 而且做比較有系統的處理 你能不能承諾我們高等教育的聲勢比喔 我們目前真的是太難看 OECD的平均是15.8 中國是17.3 這個數字我想 第一名 日本是10.4 西班牙是11.1 德國是11.5 然後2010年 教育部公佈是21.2 你看看 我想這部分我要高教師特別去看一下 大家的基準 我希望是這樣看 各個國家的這個基準 我知道美國的私立大學 大概10到15中間 公立大學大概也是15到20中間 所以OECD平均15.8 對 15.8可能 15.8可能 比我了解的可能低了一點 就是好了一點 不過我想我也願意 更好的是日本是10.4 連西班牙都11.1 可是 我覺得日本10.4這個數字 我其實是有懷疑的 我不認為日本10.4是它的現況 我們會 我再會去了解一下 可是我們也有一個我們努力的目標 至少降到20以內 這個是我想 20以內 那只不過是恢復到90 2008年的標準 或2007年的標準 其實可是 如果21跟20就差 就差5%的努力了 我們至少一點一點來做嘛 一下要定一個很高的目標 其實就像剛才委員講的 很可能會跳票 21.2到20以內為什麼是5% 21.2到20 其實你想想看 身實比1.2你要少到1.2 除以21就是5%左右 我就要增加5%的專任的老師 這是一個很大的努力了 21.2回到20 你只願意承諾身實比20喔 對 現在20就要增加5% 那我其實是不滿意喔 老師馬上就要5% 5%2萬5萬人 就2500 就2500人了 那你幾年內要回到20來 所以20是一個 我們先來努力 我們會roll map弄出來 幾年內要20 不可能明年 因為2500個 那大概要幾年 我們要一段時間 所以這個會在我們這一次做的 接任老師的這個整個報告裡面提出來 有決心要幾年 我就回答幾年就好 需要一段時間吧 5年喔 市長說5年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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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去看 好 我們是不是請這個部長喔 你回去想好 然後提出一個負責的方案 對 然後你三個月後所提出的報告 要包含你的生死筆的承諾在裡面好不好 你去演一個可行的方案 然後交給教委會和我們的官員